加油 羽球黃金男雙羚羊 配王麒麟和李羊 在四號晚間進行金牌戰 對上中國糧網組合 羚羊的爸爸也特地飛到巴黎 為羚羊集氣應援 其實這次來的話 我也很不想讓他知道 但是以一個呼籤的這種心情來講 我是很想去見證 他這歷史的一刻 館外聚集眾多球迷 不斷高喊臺灣加油 還有不少人特地從海外飛到巴黎 就為了幫羚羊金牌戰集氣 我們是住在丹麥的臺灣人 然後我們想說特別來丹麥 就是特別來到法國 就是為就是林楊他們加油 我其實一年前四月 就已經買他們金牌戰 就是賭他們一定會進金牌戰 我非常期待 然後我們早上花了一些時間 花各種應援 希望大家看到臺灣的創意 可以為臺灣加油 金牌戰一開賽 中國隊先持得點 藉著王麒麟和李羊先後 強力扣殺守住優勢 拿下第一局聽牌 但接著中國打出競聲球 加上回球出界 追平比分十五比十五 最終被對手逆轉 以十八比二十一失守 進入決勝局 最終局一路壓制對手 以二十一比十九奪下勝利 拿下連兩屆奧運金牌 成功取得二連霸 也為李羊羽球生涯 劃下完美句點